机械哥结婚了 他喊来所有机械族人参加婚礼 所有指的是一只百亿人的大军 共计四千艘战舰 他们以超光速扑来 临次致笔 秘不透风 让人第一次想到 拥挤这个词 竟然能用来形容太空 人类被这阵势吓傻 难道机械族撕毁 互不遵犯条约 全面入侵了 具体怎么回事呢 还有从头说起 嗨大家好 我是科幻迷布马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 奥威尔号第三季的第十集 这集作为本季的最后一集 终于轻松愉快 舒坦起来了 奥威尔号是25世纪的飞船 船员来自不同外星种族 本集角色有点多 但是只要记住两位就行了 一位是人类的女医生 另一个则是机械族人机械哥 医生自律和善 机械哥没有感情 只会逻辑运算 谁也想不到 他们俩居然擦出爱情火花 还开始了多年的爱情长跑 直到现在两个人仍然是情侣关系 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是 同事大壮的复婚仪式 简单说吧 大壮和他的配偶曾经感情破裂 但最近又复合 按照他们种族的奇葩习俗 复合必须举行仪式 并邀请亲朋好友围观 仪式内容 严重借鉴费于轻的段子 就是一个跑一个追 追到就能 仪式开始 两位壮汉脱光外衣 大壮的配偶先跑 大壮紧追 这段跑酷还挺刺激的 但是两个肌肉男这样 多少有点太刺激了 反正最后大壮还是男上加男 征服了他的配偶 皆大欢喜 这件事令机械哥印象深刻 回飞船之后 他就担心跪地 对医生开始求婚 医生比起惊喜 更多的是疑惑 因为机械哥又没法感知情绪 怎么突然想求婚呢 机械哥解释说 他看完大壮复合仪式 对其他文化的婚姻很感兴趣 于是研究起人类习俗 他发现 自己跟医生的交往时长 超过平均值 医生的年龄也超过平均婚龄 身体技能即将退化 应该尽快结婚 医生当场大无语 坦白说 我跟你结婚的最大阻碍是 我会死 你却不会 我死之后 你会怎么做呢 机械哥秒答 再取更 这让医生更加无语 不过机械哥的下句话 瞬间加分 他还说 愿意照顾医生的后代 以及后代的后代 因为在历史长河中 观察他的家族进化 会是个有趣的事业 这何尝不是一种 别样的浪漫呢 医生很受触动 跟自己的两个孩子一讨论 他们也同意他结婚 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医生向机械哥申请回答 我愿意 机械哥淡定接受 开始进行下一步行动 不过他这下一步 过于出人意料 他竟突然找到一位女同事 说想跟对方为爱鼓掌 对方拒绝之后 他又去找其他的女同事 鼓掌 原来在几个小时前 在医生还没有同意求婚时 机械哥曾经就婚姻问题 咨询过一位情圣传员 对方月女无数 觉得像机械哥这样 只谈过一个女人 就结婚 婚后可能会觉得 自己错过了什么 这是个隐患 所以最好 多跟几个女人交往 再结婚 感情这方面 机械哥向来是从见如流 所以现在他就满飞船的 跟女人求故障 为约的女同事大吃一惊 问清楚原委之后 首先纠正说 情圣传员的观点 未必正确 接着又原原本本 告诉了一声 真是晴天霹雳 医生回家当场暴走 强调夫妻之间 只能拥有彼此 机械哥终于意识到 自己犯了错 但他总是太容易相信别人 怎样才能避免 类似的错误呢 医生对这倒是有办法 他怒吼着 情圣传员的大命 警告他要再敢 给机械哥提个人建议 哪怕只是建议用什么香水 自己要把他 咚咚咚咚咚 炫吧炫吧 当早餐吃了 情圣传员吓得大气不敢出 事情算是从源头解决了 接下来呢 就可以筹办婚礼了 机械哥分析发现 在人类婚礼上 必须有人担任伴郎 并且当众发表幽默讲话 他觉得一位风趣传员就很合适 便请他当伴郎 然而大壮听说之后不服 哎对 大壮就是刚才光屁股追配偶的那个 他认为自己更会邪 更适合当伴郎 大家一看他这脸 誓死如归的表情 就能看出他跟幽默不沾边 但他一再强调 自己的幽默是被自己种族公认的 其他人又反驳 你的种族也跟幽默不沾边呀 然而大壮宁死不屈 非要当伴郎 机械哥于是就同意了 其他人面面相去 这个婚礼怕是有翻车呀 机械哥丝毫没有察觉婚礼隐患 又远程联络本族的机械首领 邀请他参加结婚典礼 首领是纯纯的机械人 压根不懂结婚是什么概念 机械哥就解释说 结婚是一种仪式 仪式过后 现狼新娘这两个有机生物 便会共同生存 服务彼此 首领一听 觉得这个结婚 好像和奴役是一个意思 机械哥指证说 两者有些微不同 奴役是单向的奉献 而结婚是双向奉献 不管怎样 按照人类习俗 新郎要邀请家人参加典礼 所以他就来邀请首领 这是个奇怪的习俗 但首领愿意遵从 他召集本族所有单位 除极少数位对留守母亲之外 其余所有人都成战舰 涌向地球 没错 所有人指的是他们全足几百亿人 机械哥明知这一点 但又认为这很合理嘛 没有意义 翻车风险又加一 婚礼前的最后一步是 新郎新娘要带各自的亲友开趴 各自疯狂最后一次 机械哥这边是办了一场音乐派对 大壮扮演壮王亲情现场 他的唱功倒是不错啦 但是这幅随时干架的气势 让空气都凝固了 几首歌过后客人们终于放松 但又太放松以至于睡着了 大壮唱完一万首歌 终于宣布派对散场 这么结束了 反观医生那一边呢 此时整尖叫一片 女生们彻翼饮酒 纵情狂欢 还有人亲自编程 做出一台模仿机械哥的机器人 让他登台热舞 他尺度好大好火啦 但单身派对就该这样啊 女孩们齐声尖叫 一声也上台半午 把派对先上高潮 休息一晚 飞船又恢复日常工作 然而扫描一侦测到 一大波舰队正通过量子位移包围过来 来者是机械族大军 共计4000艘战舰 据我们29光年 大家面无血色 以为机械族四回盟约 汉人入侵 可机械哥解释说 这只是他的婚礼宾客 他请来了自己闻名的所有人 其他人好无语 即马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上级 免得产生外交误会 说话间 4000多艘机械族战舰 已经量子位移过来 他们船接着船 让人感叹 太空竟能如此拥挤 医生文讯赶来 批评机械哥真的是疯了 我们的婚礼室 怎么可能挤得下一百亿人呢 机械哥灵机一动 他只让少部分族人 进入婚礼室 其他人就待在自己飞船里 通过视觉传输观摩 首领再次接受了提议 所以呢 他们全足100亿人 跨越几千光年来地球 只是为了在现场旁边 看直播 算了 他们开心就好 婚礼正式开始 机械哥入乡随俗 把自己模拟成人类外表 双方亲友也各自到场 医生的亲友笑容满面 机械哥的亲友气气正正 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 人类就有船长主持婚礼的传统 所以今天两人的婚礼呢 也有船长爱德主持 医生申请告白 说机械哥以一种 人类无法做到的方式 打动了自己 机械哥同样回应 他无法体验人类的爱情 但讨厌工作出错 他相信 未来生活中 医生一定会保证自己 高效 正确运行 双方互换婚戒 结为夫妻 互相亲吻 机械哥化为人形 为的就是这一刻 人类客人欢呼鼓掌 机械族人也同时起立 有样学样 婚礼大成功 婚礼后是音乐酒会 所有人把酒言欢 唱所欲言 船长爱德为今天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那就是带来了一位 大家都认识 却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大力妹妹 她在剧里的戏粉呢 是曾经的安保主管 在现实里的戏粉码 则是本剧的研制担当 可惜从第二季起 她就忙于自己的研究 跟其他主角分道扬镳 今天呢 她能抽时间出席 让大家都很惊喜 她还说 自己的研究进展 比想象中更快 或许这意味着 她很快就会完成研究 回归飞船了 你们觉得下一季 她会回来吗 双方正说着话 船长爱德忽然提醒大家 翻车时刻就要来了 大力妹妹很好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只见大壮敲着杯子 让大家敬请 在三号召误过之后 她直接大声怒吼 原来她要发表伴郎之词了 她参照人类传统 特意在之词里 加了几个玩笑 没有恶意的那种 首先 很多船员心里 其实并不看好这对新人 觉得他们早晚离婚 但这是玩笑 没有恶意 其次 机械哥在很久以前的人际战争中 曾经背叛人类 害我们损失很多飞船 许多人丧命 这也是玩笑 没有恶意 最后呢 她认为机械哥 没能力抚养人类孩子 她对孩子的教育 大概率会失败 这也是玩笑 没恶意 医生听不下去了 对机械哥密语几句 机械哥马上 感谢大壮贺词 并请风趣船员 完成剩下部分 风趣船员有些措手不及 但是她的应变能力 一直可以的 她先让大家鼓掌 宽送大壮 接着呢 加入几个婚段子 她的裸体毫无保留的那种 但就算见识过之后 医生却还是选择 跟机械哥结婚 看来她的长处 还是比不上机械哥 最后她变回正经 表示机械哥和医生 都是飞船的重要一员 跟大家生死一共 所以当她俩走到一起时 飞船所有成员 都能感受到这份幸福 她祝愿新人婚姻幸福 如果不幸福 问题也不大 因为医生大可以 把机械哥拆吧拆吧 回收再利用 在场人类都笑出声 举杯相亲 机械族人们则对礼梦圈 也没法喝酒 但是呢 他们也记录下了 有趣的场景 不忘此行 美酒歌声和笑脸 交心应沉 奥威尔号的今天告一段落 她的探索之旅仍在继续 不知下次再见面时 这里又会酝酿出 怎样的故事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fans 咱们下期再见 请 你说我为什么第十集 现在才发呀 就是吧 那个 我忘了 我自己看完 我就以为我已经讲过 然后就把 要做成视频这件事情 给忘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